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前一讲对外交 对一个国家的价值 对一个个人的价值 做了一点疏离 然后对我们下面讲课的框架 做了一点介绍 那么下面我就集中 谈一谈新中国外交70年的 一个总体这个评价 后面我们会开始 就是根据我们习主席讲的 新中国三阶段 站起来 富起来 抢起来 我们一分阶段讲 那么现在是想打通70年 就不分阶段了 总体做一个回顾 做一个评价 我个人跟很多学者有一点不同 我对新中国建立这个事件的 历史意义评价特别高 这个中国历史是5000多年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去年十大考古发现 其中有一点 有一个发现 是不是河洛古城 就是咱们河南汞义县 那个地方的河洛古城 有5300年 是吧 前年是不是有个考古发现 梁珠古城 梁珠古城 里有个水坝 是吧 生移了 也是5300年 所以中国从考古教的来讲 这个进入文明期5000多年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 当然我们有确凿的文字史 是3700多年 这个 等于我们那个甲骨文呢 还之前还有陶文 这个还没有破解 所以这个文字史还可以再商榷 但是就实物 就是成型的城市 就是有公共生活 有这个社会分工 这种历史5000多年 所以说中国上下5000年 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5000多年当中呢 最重要的事件 我认为是三件事 周五维新 秦皇统一 和新中国的成立 建国大业吧 周五维新 秦皇统一 建国大业 是这5000年最伟大的三件事 周五维新呢 它主要是确立了 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就是农耕文化 德制为主 因为在周五维新之前吧 实际上我们国家是 还是个比较高级的 部落联盟阶段 我们有商朝 比较 夏朝现在还有春夷 但是商朝这个是很确凿的 对吧 但是商朝呢 它是个东夷部落 然后呢 这个姓鬼神 然后喜欢用人命来祭奠 就是把人命呢 作为牺牲品 这很残酷 这个 不道德 这个 那么周五 周五王呢 在他弟弟周公帮族之下 是吧 罚咒 成功了 建立了新朝 所以周虽旧帮 其名维新嘛 它这个维新 就是提供了新的治理哲学 就是提出了符合农耕文化的 以德制为主的新的治理哲学 这个哲学奠定了中国这个政治哲学的基本基础 延续到今天 对吧 所以很伟大 而总体来讲 他的治理哲学在人类治理体系里面是水平比较高的 所以他可持续性非常强嘛 那么秦皇统一呢 是行政上 这个使得就是长城以南这个龙根区形成了一个统一体 大部分国家 它们自产生到现在都很小 实际上虽然它们民族一致文化一致 但是形成不了统一的政治体 秦皇统一就解决这个问题 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的政治框架 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呢 它的起点是建国大业了 这个呢就奠定了在工业文明时代 这个中国的基本框架 工业文明跟文明文明是不同的文明 应该从效率上讲吧 还有高级很多 经济效率 军事效率 这个知识进步的效率 都要高级很多 那么新中国呢 是中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去年在大链钢铁运动中 立下过汉马功劳的小土群 已经发展成为小羊群 产量质量飞速提高 这是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胜利 OK 这就是我的一个死学观 自49年到现在嘛 现在是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 新中国已经71年了 去年我们刚过了70年大庆 今天是71年了 那么我们不可否认 这71年我们走得很坎坷 这里面有很多曲折 新中国应该讲有犯了很多错误 人民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这些问题谁都知道的 但是我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 应该讲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成功的历史 很多人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 就是1945年呢 日本投降的时候啊 当时独立国家并不多 就是71个独立国家 现在呢 联合国成员国就是193个 对吧 还有几个国家呢 它号称独立了 但是还没有进天的国啊 所以实际上呢 国家大概是200多个 就是二战结束到现在吧 75年吧 现在实际上国家数是原来的三倍 70几个到200多个嘛 在现在众多国家当中呢 你去横向比较 你会发现新中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这是个事实 当然我知道国内呢 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 特别是不同年代的人 他个人遭遇不一样 所以他评价就会不一样 是吧 人呢 这个价值观呢 大部分是利益决定的 就是老百姓讲的 屁股决定脑袋 然后他这个利益 跟他的那个经历有关嘛 他的经历 以及这个经历相关的利益 决定他的基本观点 所以对新中国70年实际上 评价是很不一样的啊 但是我个人的评价 我的特点是从这个 国际比较的角度去看 那么从国际比较角度的去看呢 新中国肯定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虽然这个路径非常的曲折 中间波折不断 这中间代价有很多 但是整个曲线是往上走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否则你无法解释 现在为什么西方忌惮我们呢 对不对 美国现在把我们当对手啊 他说讲 美国你得承认现在还是江湖第一高手啊 是不是 是世界第一大门派西方的掌门嘛 江湖第一高手第一大门派的掌门 把你当对手 那就是对你的肯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啊 就是新中国的成长过程很曲折 代价也很多 也犯了很多错误 谁都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但是横向比较 新中国的整个历史曲线是往上走的 它是个成功的故事 那么新中国总体是成功的 这里面就有外交的功劳 你可以反过来讲 如果外交做得很烂 处处给国家发展设限 那这个发展就不可能很成功嘛 对不对 这个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跟新中国总体成功一致 新中国的外交总体是成功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没有得到很客观的评价 我觉得这个 以后可能外交界啊 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些人啊 也得给予表彰 也得给予受予勋章 因为有些很麻烦的问题 这个比如说战乱期间 保护国家利益 这是很有风险的 我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些大事 就在这个中东地区 在战乱国家待了很久 对各派关系都不错 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直升到这个 比如说反对派阵营 那都是带来枪械了 他什么都不带 他就去了 哎 谈判 把中国的 就是投资利益就保护了 公民的生命就保护了 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种事情很多 但是呢 因为很复杂的原因吧 有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曝光 是吧 因为这个当时在当地人脉很多 然后他们当地啊 斗得一塌糊涂 两边都杀 眼睛都杀红了 见血了 然后说你跟我的朋友交往 他就不方便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不太好说 这个 这种事儿挺多的 那么中间呢有很多很多挫折 就像新中国 这七十年走过来不平静一样 我们外交也是有挫折的 我后面在不同阶段啊 比如说在这个 站起来阶段 富起来阶段啊 我们存在了一些问题 我都会讲的 我并不是说否认中国 有问题 有矛盾 有代价 我都承认了这个 只不过就是看一个问题 得看全面 知道吧 这个 现在有些学者呢 他挺多他的心态有点问题 他认为啊 学者的任务 就是专门讲问题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 学者的任务啊 是实事求是 问题要讲 成绩也要讲 就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平衡地看问题 那是学者的本位 如果学者的本位定为 我就是这个 为批评而批评 是吧 我骂 故我在 这个就走偏了嘛 对吧 这失去了学者的本位 学者的本位一定是实事求是 追求真理 而不是一味地 这个 去这个看问题 然后 而且渲染 那某种意义上讲 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是贩卖焦虑 传播学告诉我们 我们人性挺多的 我们人性很有意思 人性是特别喜欢 负面新闻的 这是传播学告诉我们的 一个基本原理 所以在新闻上 是不是有一句名言呢 Badness is news 是吧 坏消息才是新闻嘛 好消息不是新闻的 对吧 就人性存在这个特点 你去利用这个特点 就是故意渲染问题 贩卖焦虑 那个就偏离本位了 对吧 那个并不是学者的本位 学者的本位一定是实事求是 好 那么 所以我讲完这个话以后 我想这么做归纳 就是新闻国七十年成功的 其中包括外交成功 那么外交成功呢 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是吧 每个阶段都有问题 整个一路走来非常坎坷 谁都不能否认 但是 总的一个结论 应该是新闻国外交 成绩大于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我想集中的梳理一下 新闻国七十年的成绩 外交成绩 不是全面的发展成绩 是指外交成绩 我呢 为了大家记忆方便 我把新闻国 这七十一年外交成绩 归纳成了八个方面 就八点成绩 第一个呢 就是确保了国家独立 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这个 我刚才讲过 现在国际上有二百多个国家 是吧 真正能够维护独立地位 是很少的 就保持独立性 自己的问题 自己拿主意 这是很少的 大部分国家得看 霸权国的脸色的 所以它不是完全自主的 这种看脸色有时候 就得牺牲自己的利益 就是霸权国的利益 会凌驾于你的利益之上的 对不对 而中国这一点是做到了 知道吧 中国在独立自主方面 应该是做得很好的 可以说独立自主 是中国外交71年的基本性格 而且这一点做到了 因为这种愿望 独立自主愿望 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做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新中国呢 第一有强烈的 独立自主的愿望 第二就是真做到了 在大的问题上 方向选择上 我们都是按照 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 这个去做的 这个坚守的国家利益 这一点我觉得 外交战线 是可以说是问之无愧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肯定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保障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个我们外交啊 这个在确保国家 独立的前提之下 是积极地推进与各国的交往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 跟东欧国家 就苏联东欧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跟部分非西方国家 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芬兰瑞士西方国家 新中国虽然建交易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有一段时间 是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这个很好理解嘛 新中国是从这个革命当中产生的 是吧 是战争的产物 一个新政权的产物 可以是选举 可以是政变 可以是外来福祉的傀儡 对不对 这个内战 咱们新中国呢 跟内战有关 但是除了内战 它还真有一种 这个解放的意思 就是几千年受欺压的底层群众 获得了比较高的政治地位 所以它是一种 这种有解放性质的革命的产物 所以这个新中国的政府是很有特色的 它有革命性 所以一段时间意识形态很强 这个 但是呢 这个新中国始终是 这个 就是有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 而且呢 在执行当中也比较灵活的 所以成立不久 新中国成立不久 一个是跟苏联东欧结盟 广泛地建交 一个就是跟第三世界 就是当时第三世界代表 像印度啊 印尼啊 缅甸啊 我们关系处理得不错 还有跟部分西方国家 也迅速地建立了联系 那么跟英国 就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嘛 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建立 大世界关系 但是代办级的关系 一直有的 还有日本这个方向 虽然建交是到72年 田中访华才建立 但是通过民间外交 是不是 中日很早就回复了 对不对 而且在民间外交过程当中 就经贸关系占的比例 是相当大的 所以呢 应该这么说 这个新中国呢 这个外交啊 除了维护国家独立 还有一个就是促进国家的发展 国家发展 最后的结果就是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应该讲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这个新中国刚成立 这个国家 人均 预期寿命 35岁嘛 到这个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 69岁 现在 咱们国家 人均预期寿命 77岁嘛 跟美国差不多 是吧 美国人均GDP 可比我们高多了 6.5万 我们刚到1万嘛 可是我们寿命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 2019年中国 这个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吧 人均GDP过了1万美元 对不对 这是很伟大的一个事件啊 这么告诉大家 在2019年以前 世界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 就15亿多人 你别看世界上人很多 77亿 但人均GDP过1万美元的 就是15亿多 这个 随着中国到来 是吧 这个我们大陆不是14亿人嘛 就差不多 让那个人均GDP1万美元的 这个人口就翻倍了 这个 所以这个挺伟大的啊 这个是 咱们那个中国人生活 提高的一个物质前提嘛 人均GDP得上来 我们上来了 而且呢 我在世界上跑过不少国家啊 那个我是 美国去了100多次 韩国100多次 别的国家跑了80几个 横向比较的话 我们这个1万美元呢 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很多国家 它也是人均1万美元 但是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不如我们的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我觉得这是个重要成就啊 这个 当然主要是国内建设搞得好 但是外交 也是理了工的 这是第二个成就 第三个成就呢 就是工业化 伟大的工业化 这个 我后面专门会讲到 工业化对现在国家的意义 这个 这个 那么 我的观点就是工业化 是近代历史的本质 是西方国家 超越非西方国家的关键 工业化就是人类 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是比农业文明 整体效率要高 好多的一个文明啊 那么工业化是 现代化的本质 然后工业能力 是近代国家的历生资本 那么 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用70年时间 把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外交也是有贡献的 这个 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们的工业化 是离不开外交的啊 这个 因为工业化的支持来源呢 还得外面来 工业化从西方产生嘛 不是从中国产生的啊 所以工业化的原创知识 都是在西方的 这是个事实啊 不能否认的 那我们要工业化必须学西方 那么这个西方 包括西方的异类苏联 包括西方的主流美国 我们都学了 这70年 我们先学苏联 后学美国 把西方 这几百年 展的工业知识 我们都学到手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成绩啊 工业化 这个外交是有贡献的 怎么贡献 就是通过 我们 推进于 苏联的关系 美国的关系 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还有其他新兴国家的关系 我们真从国际上 学到了很多 我们自己没有的 现代化知识 对吧 这就是第三个贡献 第四个贡献呢 就是确保了 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逐步上升 咱们中国呢 原来呢 在遇到西方挑战以前 其实是东亚霸主 对吧 在西方到来之前吧 我们东亚地区原来是有一个 这个独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 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这个体系 被哈佛大学 这个 这个中国学的创立者吧 Junkin Philbank 费正清先生叫做朝共体系 这个英文叫Tribute System 这个叫朝共体系 那么 那个朝共体系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那么 但是大家都知道 随着这个西方的到来 我们中国原来 这个地方的这个体系 就逐渐的就崩解了嘛 中国的附属国 全部就独立了 对吧 然后中国本身 也受到了西方控制 成了半殖民地 从1840到1849 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是那个 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激贫激落 一度被西方人叫做东亚病夫嘛 所以我们感到心里很屈辱啊 一度在那个黄埔江 黄埔江边不是有个黄埔公园嘛 上面就写的 华人鱼狗不得入内嘛 这就让中国人气得不得了啊 这个 所以中国历史上啊 作为一个区域大国 是享受过这个东亚霸主地位的 以至于很长时间 我们中文啊 古代的中文 是东亚的 就是通用语言嘛 我记得我去那个越南 去韩国 去日本 都可以用那个 就繁体字 跟那个当地的知识分子交流的 很有意思啊 所以中国曾经辉煌过 后来近代是衰落了 有了百年国词 但是新中国成了以后 整个中国国家地位是往上走的 对不对 现在 70年下来 中国被很多国家认为 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嘛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新中国70年总体的国际地位是上升的 这里面肯定有外交的功劳 对不对 这是第四 第五 应该讲中国在二战以后 在一个伟大的去殖民化过程当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国际关系现实啊 就是很多殖民地就独立了 我刚才讲过嘛 这个四五年 日本815投降的时候 全世界才71个国家 现在200来个了 但很多国家就是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嘛 这个过程叫去殖民化啊 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啊 是对的 符合国际法原则 符合人类的本性 是对的啊 中国呢 对这个去殖民化是有贡献的 这个具体讲贡献最大是什么 就是印之三国 东南亚国家的独立 没有中国帮助 他们很难独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东南亚国家近代 是沦为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了 对吧 印尼归那个荷兰 那个 这个美国把西班牙打走了 把菲律宾占了 然后 这个英属印度就占了就多了 像今天的新加坡 那个 马来西亚 缅甸都属于英属印度啊 但是有个法属印度 越老减 越南老过减不再 然后法属印度的这个 这个去殖民化啊 中国是 是积极干预了 这个 然后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 这个电蝙蝠战域 对不对 电蝙蝠战域 对不对 电蝙蝠战域是全世界 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最伟大的军事成绩 然后大家都知道 电蝙蝠战域就是在中国帮助之下打赢的嘛 具体的指挥就是成更大将嘛 对吧 当然中国人很谦虚 所以我们把这个功劳就给了那个五元甲元帅 五元甲大家知道是在越南深受尊重的啊 军事领袖 但是不军事的朋友都知道 电蝙蝠战域真正的那个指挥者是我们的成更大将吧 他也是个军事奇才啊 然后重装备都是我们资源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亚洲地区的去殖民化 中国是有贡献的 这应该算是一个过去我们提的不多的贡献 第四个呢 第六个啊 是保障了地区和平 这个 这么说吧 就是在冷战期间呢 中国和美国在亚洲是发生过热战的 这很有意思啊 全世界是冷战 但是在亚洲有两场热战啊 都在中美之间 一个朝鲜 一个越南 但是 72年中美和解 中美和解以后 你们注意 大家注意到没有 整个亚洲地区 主要是东南亚 东北亚 这两个地区啊 四区与东北亚 东南亚 形成的东亚地区 是不是相当稳定 是不是 从那个72年中美和解到现在 是不是也没有打过冲突吧 别的地方 你看中东 非洲 这个欧洲 连欧洲也不稳定的 欧洲出了很多事嘛 这个 亚洲比较稳定 这就有中国的贡献 知道吧 中国那个走向改革开放 然后非常锐炼 非常锐炼以后 这个地区啊 就没有打过冲突的可能性了 或者可能性就很小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外交 对地区的和平的贡献 那么第七个呢 应该是全球治理 这个 随着改革开放啊 中国开始成为这个世界一部分啊 形成了你中有我中有你 那么 中国开始在全球议题上发挥作用 比如说全球金融稳定 推进自由贸易 反恐 这个 还有最近的这个叫气候变化啊 中国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一个呢 中国外交的贡献 跟整个中国的贡献连在一起的 就是什么呢 给人类啊 现代化提供新的道路选择 新的模式 过去现代化 模式 全部是西方的 所以现代化 西方人说 只有一条路 西方道路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人类 就第三世界国家 它有多种选择了 至少有两个选择吧 对不对 这个 那么 中国外交应该讲 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方面 在形成中国现代化模式方面 也是有贡献的 OK 这个时间关系啊 我对这个新中国外交的这个成就吧 我就总结了这么八个方面 那个 这个八是个吉利数嘛 这个 我就 我就 就 就卡在八这个地方上 可能有新的朋友在研究 还会找到第九个贡献 第十个贡献 我觉得都很好 都有价值 但是 就是 就是截至到现在啊 我感觉到 新中国外交七十年 这个最伟大的成就 大概可以归纳为我上面讲的这八点 八个方面吧 这个 大家可以那个接受我的看法 也可以不同 不同看法啊 就是排除这个八个里面的基点 增加新的 这没问题啊 我都很欢迎 但是 截至到现在 那个总结论 就是新中国外交成功了 具体讲 就有我上面讲的 这个八个方面的成就 这个成就 每一项 我觉得都是很伟大的 综合起来啊 这个 我觉得 是可以给七十年中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 打一个很高的分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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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